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越是入冬之后呢 我们要如何给越之花养护呢 由于气温逐渐的下降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也比较缓慢了 这时候呢,我们给它追肥的话 那么给它使用有机肥好还是无机肥好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给它使用的无机肥呢 就是一些化肥 它的肥效比较快 但是呢,它在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那么就不利于它吸收 如果释放的养分快 脊柱吸收不完 很容易引起肥害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的有机肥呢 就是这种养分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的有机肥 就是这种养分 它是经过风干腐所好的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腐质剂 这些腐质剂呢 经过分解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热量 这些热量呢 就能抵消掉部分的一些寒冷 那么就会提高它的抗病性 还有抗寒能力 使用的方法呢 非常简单 只要以填埋的方式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然后呢 再给它回一次薄薄的涂氧 把它覆盖住 那么它在释放养分的时候 这个肥力呢 就不会浪费了 或者呢 也可以给它用水来浸水 像我这一些就是用了养分 给它浸水的看上 而且呢 它里面加上了这一流 这是这个EMG原路 这样的话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分解出 养分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直接给它浇灌 也是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使用一些 自作的一些饼肥水 或者是香蕉皮水 这些有机肥水呢 都是可以的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